欢迎观众朋友持续加入1800新闻整点直播的现场 我是主播一轮 好持续要带给您最新的时事议题焦点 我们首先关心到的是社会焦点 来看就是在苗里有一名机车贯切 他其实呢被抓到了 这被警方发现之后 他骑着脏车要赶快离开 是追给警察跑 但是呢他也是熟门熟路 他就钻到了乡间小路 这左拐右拐呢 而且这路宽还不到三公尺 但是没想到他遇上的是 从仅30年的老司机远景 所以最后他还是被抓到了 远景轩落发现对象一面而来 就是通报的失窃脏车 立刻掉头追车 现在发现被远景盯上了 立刻右转到乡间小路 左弯右拐拼命逃窜 中央机车骑近了不到三米宽的田间小路 还来了两个连续90度直角弯 这简直比考驾照都还要难吧 但远景不慌不忙 连续转动方向盘顺利通过 立刻家族由门追上 就在最后关头 窃贼自己在小路的尽头 撞上了民宅墙壁 汽车逃逸 但还是被警方压制逮捕 苗栗喉龙警方日前接获机车窃案 锁定辖区内49岁黄姓冠妾 在巡逻时发现对方身影 调阅监视器影像掌握犯权特征 虽然冠妾夺进了在地人的乡间小路 但是遇到的是重景30年的老司机远景 发挥超强的技术在小路追车 开车的人平安无事 骑车的却慌张自撞当场被捕 TV新闻切股金苗栗采访报道 好稍稍跟正一下 刚刚是跑给警察追 一文有点小口误 抱歉抱歉 好今天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这新北市有住户要来这个睡觉嘛 那这个凌晨4点多 正好在睡梦当中最深层睡眠的时候 就听到有人是开车到五谷住宅区这边 直按油门直踩油门 这叫做拉转速的制造噪音 而且这10分钟之内连续绕了两大圈 让住户是没有办法睡觉 我们交给资深记者理解 但你关心这些案件就发生在新北市的五谷 原来有住户在晚上凌晨4点的时候 就发现怎么会有这么吵的声音 结果打开窗户一看 竟然有一辆黑色轿车就这样子穿梭在整个住宅社区的巷弄 绕了两圈而且不断发出引擎的剧烈声响 就吵醒了非常多的人他们立刻是拿手机录影搜索 让我们看一下稍走画面 这状况是发生在新北市五谷 那这个地方其实到处都是住宅区 那么在3号的凌晨4点的时候 一辆黑色轿车就这样子开进了社区的巷弄 而且就在这边连绕两圈发出了很大的声响 最后居民指控这辆车根本就是有经过改装 因此发出这样的噪音 其实让住户是不堪其扰的 因为凌晨四夜多正好是大家睡得正熟的时间 就这样子发出噪音 其实是干扰到非常多居民的安宁 那么警方几乎报案来到现场 没有想到这辆车早就已经开车逃离了现场 警方目前是已经将这辆车子的车号登记起来 同时通报环保局 后续也会有可能交由环保局来做采发 另外全台警方也查获了多起挂甲车牌的案件 我们先来看到的是花莲 有毒贩为了躲避这个茶器 他是挂甲车牌出门 就由当场被抓包之外 车上的毒品也被搜出来 另外在宜兰有民众疑似也为了躲避违规的行为 所以他也是买了假车牌 但是照样还是被抓 警车在路上闪灯失忆蓝停 但前方的黑色轿车却没有要停下来 高速往左转弯逃逸 原来车上挂的是卫造车牌 警车鸣笛追捕 驾驶猛吹油门逃掉了 不过几天后再度发现这辆车的踪影 别吵我的车牌啦 你在车牌什么呢 我就跟你说了别吵我的车牌 白银男子一看到远景 站在他的爱车旁边 立刻冲上前 竟然还叫远景不要查 你今天要给我骂就对了 你这个叫伪造文苏你知道吗 我知道伪造文苏 虽然承认自己挂的就是假车牌 但态度仍旧相当嚣张 宜兰教系正名驾驶 疑似为了躲避茶器 竟然上网买假车牌悬挂 全案依偽造文苏罪 韩宋侦办 处一年以下有其族刑 拘役或九千元以下罚金 另外在花莲也有贩毒嫌犯 用假车牌夺警察 以为这样不会被发现 先被抓到假车牌 又被搜出二十三包毒品 暗费他命 这下想拗也没办法 三号深夜花莲中山路与建华路口 这名三十八岁徐星驾驶表示 因为超速被吊销车牌 才会在网路上购买 未造车牌 不过警方怀疑驾驶 疑似是为了贩毒 才会挂假车牌 企图躲避追查 不仅违反未造特种文书罪 还因为毒品 最佳一等 TB的新闻高中解大成 陈佳彤 宜兰花莲采访报道 好上周不是刘德华来台开唱吗 结果这政治味怎么这么浓厚呢 好他其中歌丹 还有一曲中国人 也被大作文章 好不过中国大陆的官媒这边 也来做文章了 他是大力的赞扬说 刘德华唱出了中国人的骄傲 3D巨龙在歌声中飞舞 刘德华来台唱经典歌曲 中国人这很中国的朝段 引起网友论战 如今大陆官媒 央视透过旗下央视频 晒出过去瓦仔演唱中国人片段 引用歌词写下自豪 刘德华唱出中国人的骄傲 其他官媒 云南广播电视台 北京青年报等 都发同样内容 而先前立委王定宇 直接点名刘德华 痛批就是一首歌跟国家认同何干 奉刺回忆 难不成我唱舞女 就真的变舞女了吗 王定宇也是自许自己是风流才子辈的 所以才会有那么多女生喜欢他嘛 他才可以跟那么多人搞在一起嘛 那所以他可能觉得说 他是政界的刘德华 然后他吃醋了吃醋了 喜欢自称刘德华的好像是他自己啦 对这个你要问他 那刘德华想要唱他的歌曲在台湾 也许你可以不喜欢 但他可以选择他要唱的歌 反光声援刘德华的中国 请问一下光辉岁月可不可以 至于邱立宽发言 他则说尊重对方自由 天王开唱 车上政治又便你来我往大论战 TVB的新闻综合报导 好我们就来看香港 香港最近发生了警察跟法院裁判官 监狱人员遭到攻击事件 所以治安亮起了红灯 好我们就来看到 今天上午就有一起是32岁的男子 他不满被判刑 所以他就持刀冲进了法院 来追砍裁判官 喂不要啊死人啊 不天路人劝阻穿着绿色上衣的男子 在尖沙嘴迷顿道 持续拿力气朝着黑衣男脖子 手脚攻击 双方拉扯纠缠 黑衣男多处见血 事主表明自己是警务人员 但仍然以利气多次襲击事主的颈部和手脚 冲突当下 黑衣男就表明身份自己是警察 但巴基斯坦籍男子还是不肯罢休 袭警之后逃离现场 证明警长伤众倒地送医治疗 事后警方调阅监视器 寻现逮捕凶险 这名非华裔男子 不单止在深夜时分 趁着市民疲倦 或者是警戒深低的时间 就尝试去烦浪 去偷他们的东西 更加垂身大臂力气 港警指控36岁凶险 抢休假警长钱包不成 竟用预备的利器攻击 属于预谋犯案 警方还在男子住处查获多部手机和钱包 不排除是脏物 正追查是否有同党 同样引发社会舆论的 还有监狱管理人员下班后遭歹徒袭击 受害人头部上支共6个部位 有5到15公分裂伤 警方随即展开追捕 抓了8名香港籍男子 初步调查是某位受刑人 与该名成教署职员结仇 花钱买凶 杭图进入法庭 旁听王正宇审理其他案件的时候 突然迟都冲向裁判官企图施责 九龙城裁判法院拉起封锁线 因为一名32岁男子不满曾被判处非理罪入狱21天 居然在4号上午冲进法院拿刀追砍判刑的裁判官 远警反应及时将人制服 但还是造成三名警察脚步擦伤扭伤和手部刺伤 短短几天内一连三起袭警和攻击公务员的案件发生 让香港人心惶惶 TVBS新闻程序李敏珍综合报导 好看完香港之后我们接着来关心的是中东局势的发展 以色列呢他似乎也没有想罢手 最近在黎巴嫩抓走了真主党的特工之后 又在叙利亚这边强行掳走了伊朗的特工 这也让伊朗非常的火大 他们是焚烧了美国跟以色列的国旗来表达抗议 不过伊朗这边也跟德国闹翻了 他们是处决了一名有德国籍的男子 那现在这个德国也召回了大使来表达抗议 以色列士兵全副武装暗夜中锁定这处出入口 镜头一转一名白色背心的男子被反手压制 以军继周六在黎巴嫩抓走一名真主党高级特工 相隔一天在叙利亚南部又逮到一名伊朗特工 以军不仅释出逮捕特工的画面 更曝光直询影像 在审问之下遭逮的特工开始说出为伊朗做事的始末 先前以色列派出海军突击队到黎巴嫩抓特工 攻坚军阻挡据点时发现AK-47步枪 火箭发射器地对空飞弹等大量武器 这段新影像也被放上以色列国防部的X平台 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态度依旧强硬 以色列与真主党停不停火 以军似乎都将站到底 伊朗周日举行大使馆被占领 45周年纪念 集会上民众焚烧美国和以色列国旗 伊朗还处决一名拥有德国和伊朗双重国籍的男子 德国招回驻伊朗大使并关闭伊朗驻德国所有领事馆 为了避免公民成为人质 德国外交部发言人呼吁尽快离开伊朗 提供别新闻总报道 好 看完国际讯息之后 我们接着转到台湾来问问看 观众朋友您有去过台北市和平新生天桥吗 或许对这名字很陌生 不过等等看到一些偶像剧或是MV 你就知道了 这个是常常取景的天桥 不过现在说这个北市府说 因为使用年限达到了40年 所以要来拆除了 但是很多人说这是我时代 不要当成时代的眼泪 所以公民团体是发起了联署抗议 那台北市长蒋万人怎么说呢 他说会持续沟通 不论是杨乃文的证据 还是李宗盛的山丘 这些MV都是在和平新生天桥取景 天桥上贴满在这取景的影视作品 甚至不少人来拍照缅怀 KQ天桥上市绑满了黄丝带 因为北市府10月底无预警公告 这座天桥使用年限已达40年 11月4号就要拆除当地民众 当然无法接受 公民团体粉砖扬言发动一天30通 陈勤电话 守护天桥目前已破1500人联署 公民团体会这么怒 就是因为市府在开拆一周前 裁张帖一张A4只通知拆除 前三天举办第一场说明会 结果拆除工程也才延后一天 蒋安市长给予的回复 只是会加强沟通 但是所谓的加强沟通 沟通到底在哪里呢 我们至今都没有收到一些正确的 就是关于市府要拆除 这个天桥的佐证 事实上科市府时期 曾向周边两所学校 以及附近邻里进行调查 但搜集到2000多份民众意见 都是反对拆除 基本上我们都还是会请 交工局新工处等单位持续沟通 看看光北市府桥林超过40年的天桥 就有8座 包含中正文林新雅国小 另外超过50年的有怀申国小南港国中 北市府表示并没有要把天桥拆光光 只是基于交通安全考量 在拆除上的保护桥是有罪行车安全 居民努力挽留 不愿看到充满回忆的天桥 成为终于结束的起点 好大家知道绿烈溪吗 好我们看到这绿烈溪在屏东 繁殖的非常的快 他们说这个屏东的猎龙大队 一把灯照下去 这绿烈溪从树上掉下来会像下雨一样 这个是这么多可怕 好因为它繁殖力强又没有天敌 所以啃食农作物 真的让很多的农民相当头痛 那当然我们看到了猎龙部队 猎龙的大队 正在这个每晚都出动 要来补绿烈溪 但是有没有效果呢 我们来看 手电头往远方大树一照 突然有长条状的东西 不停落下数量实在有够多 乍看之下就好像天空下起雨一样 眼前画面把目击者给吓傻了 这一只只全是绿烈溪 一旁的猎捕团队 已经蓄势待发 合力捕获这些绿色小恐龙 一只又一只被丢上货车 晚如一座恐龙山 有大有小的绿烈溪被运走 一字排开的画面相当震撼 有的身高甚至快比人高 屏东县绿烈溪泛滥 让当地居民相当头痛 尤其在万丹新园一带 县议员也开设通报系统 让民众回报灾况 几乎每晚都会带着 县福委外的猎龙团队出动 每次捕获数量都高达上百只 不怕 不过他现在看到人 他也去的蜜蜜 他也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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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都我来 要找你 光是今年初到九月底 全台就捕获逾五万只 屏东县则捕获两万七千多只 占全台的一半以上 繁殖力强的绿烈溪 每台平均可产下三十到四十颗卵 实际肯食当地农作物 让农民相当头痛 就算出动猎龙团队 似乎也赶不上他们的生产速度 TVBS新闻夜风杂路评号 屏东报导 好 刚刚看到这绿烈溪 像雨一样下 真的是好多 很惊人 好 接着我们还来关心 这个最近台风真的好多 今年这个台风真的是爆量多 而且可能还会持续有 我们来看青台银杏已经生成了 那是增强当中 所以气象署最新一报说 其实不排除它会增强为中度台风 因为它离台湾还有一段距离 那有没有可能青台呢 周三周四会是一个关键 在菲律宾东南方海面上的银杏台风 是于今天的清晨行程的 那未来一段时间呢 预估入境还是朝西北方向移动 银杏台风持续变强 气象署预估不排除周二清晨增强到中度台风 目前入境预估以偏西方向几率最高 前往巴士海峡到南海 各国预测韩国中国香港天文台 预估转向西行 穿过铝宋岛进入南海 但周三周四会是关键 走到安心场内滞流打转 周五才会继续往前 预估在六号也就是周三之前 整个路径还比较稳定 是朝西北方向移动 所以到周六 六号也就是周三的时候 它的速度会缓下来 预估可能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偏转 周五到周末距离台湾最接近 不过不会直接影响 只是说台风的外围云气影响下 迎风面吹东北风 北部宜华地区会有比较多的水汽 日本气象厅预估周三往北溪 但这时候强度将达到日本定义的强台 周五周六暴风圈恐怕会扫过南台湾 半径200公里都会受影响 其他气象粉专则认为 暴风圈侵袭几率低 担心的是陷入安心场 虽然不可以 但还是有被误患 共犯效应机会就比较高 那对于北部东北部的降雨 相对是比较集中 还有粉专分析 后面可能还有一个捷梗台风 预计再几天就会有雏形 变数会更大 那在未来呢 模式有预估是在关岛附近 可能又有一个热带扰动 会逐渐的发展 但是从云图中也可以看到 在目前的观测上 其实都是一些热带的云处 一些扰动而已 还没有到明显的发展情形 虽然这些扰动离台湾很远 但还是要小心 11月罕见台会不会接连 逼近台湾还是得要持续观察 TV北顺 柳一阵地A7上有台报道 好 再来看看旅游争议 有一位陈小姐 她今年暑假跟家人到 印尼的科莫多岛 为了看科莫多龙 就早早就在旅行平台上面 定了这个一日行的行程 就没想到到了印尼之后 当天早上的6点钟通知她说 我们是没有船可以出发 因为没有油的备料 让陈小姐很难接受 好不容易来到印尼科莫多岛 想要看世界上最大的蜥蜴 民众陈小姐 7月29号就在旅游平台下订单 8月9号上午6点准备开始行程 但8月8号抵达时 迟迟没人来确认 追问之下直到当晚8点多 当地业者才告知 隔天没有船行程得取消 陈小姐跟家人 直接被丢包在印尼小道 没有 完全我都没有联系 我才问KK对说 为什么没有呢 因为你看一大早6点多 就要接送我 不是应该前一天就要通知我 说你大概几点钟来 秀出对话截图 科莫多岛一日游的行程 在机上任序的人 都顺利出发了 商家说不能出团的理由 很难接受 但客服直到行程当天 8点多才回复行程取消 是不是考虑要更改其他日期 费用也在9月6号 取消订单之后才退款 当时船家跟我讲说他没有油 很离谱吧 更离谱的是 因为我的饭店靠海边 我看到所有的船 都可以开 只有我订的那一家没有开 你就觉得被放秒了 陈小姐不满 很难想象没有油这个理由 而且一早6点就要出发 前一天晚上9点才取消 如果早点说 还可以临时到街上 找其他商家更改行程 不知道怎么办 那个岛什么都没有 才会那么生气 非常抱歉 造成客人行程 他才上的不便 那确实是因为前一天 公司商针对隔天出船 有配料不足的关系 所以隔天没有办法顺利的出行 旅游平台致欠会全额退款 并加强供应商的品质管理 如果购买商品或服务 有几乎不能的情形的时候 业者或其国外供应商 履行辅助人 也应该要负起民法上 在乎不履行的责任 消费者可以要求损害赔偿 毕竟一日有的行程 一个人2000多块 虽然社会有退款 当下还是买了个寂寞 旅客无法如期前往目的地 也难怪心情如此不美丽 这件事情也让有一个民众 心情不美丽 也就是他去早餐店 这是一个平价连锁的早餐店 就发现这个店员 用双手组合来弄汉堡 就他没有戴手套 那他就说这个螺丝也太松了吧 所以北市卫生局也说 确实应该要戴手套 以及戴口罩这样的基本配备 那我就也想起说 我好像在家里附近的早餐店 都没有特别注意 有没有戴手套 评价连锁早餐店是不少民众用餐选择 但有人贴出影片 平常最爱点的汉堡 竟然是这样组合的 看这连锁早餐店女员工 先拿夹子夹起汉堡牌 徒手抓起一两片生菜 直接用双手组合汉堡 最后放进纸袋中 全程都没有戴手套 事实上卫福部的食品业者良好 卫生管理基准有提到 人员工作时穿戴整洁的工作衣帽 必要时戴口罩 如果是以双手直接调理 不经加热就可以使用的食品 建议佩戴不透水手套 或将手彻底洗净及消毒 那依照影片当中的工作人员 他除了接触食材之外 他还会接触其他的物品 比如说夹子 比如说贴纸 那这样的话确实是有卫生疑虑 现起改善没过关 开罚六万到两亿元的罚还 不过让民众担忧的 还有这速食店的内用饮料杯 这一杯满满的林卡可乐 还没喝就可以看到 上面有一层薄薄的油膜 让人难以下口 不过这并非单一个案 其他网友跟着分享自己也遇过 跟门市换过一杯还是一样油 再换一杯终于啃给外带杯 连锁素食店解释 内用饮料杯回收后 会先人工冲洗并检视外观 再放弃德国品牌清洗机 以食品用洗洁 即透过80到85度高温水洗 虽然有门市让民众马上换一杯 但第一时间难免感受不佳 TVB的新年宠问题台北采访报道 好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 大家知道这是谁吗 这是马龙 他是球王马龙奥运桌球 六金男球王马龙 他最近说要来台湾了 不过这件事情可能还有一点变数 这是谁先讲的呢 是马英九办公室 他们邀请了陆生来台交流 这访问行程是9天8夜 定在11月底 好所以他们也讲说 就是有马龙来嘛 所以很多人就很兴奋啊 就是哇有机会可以看到马龙 那到底陆委会会不会通过呢 现在陆委会说 他们审查是一视同仁 与桌球好手林云如 在国际赛场有多次交手经验 奥运六金传奇 大陆球王马龙有机会来台 读北京体育大学的2016礼约奥运 及2020东京奥运男子单打桌球冠军马龙 这次发出邀请函的是 马英九办公室 按惯例举办陆生来台交流 邀请大陆北京 清华复旦等七所大学 共40名师生 在11月27号来台湾交流9天8夜 交流名单中的亮点 有六金男球王马龙 还有奥运设计金牌杨倩 我在今年7月 曾经拜会陆委会主委邱隋正 以及教育部次长叶秉成 我提到我们马英九基金会 要再度规划 再次邀请陆生访台 都得到他们正面的肯定 院长马半先宣布马龙来台 会觉得有压力吗 马龙当然是一个很特殊的选手 但是我们的审查程序标准还是相同 审查时间我觉得不会不够 那是重要的是 我们常常审查过了以后 大陆那边反而是不放人 另个审查单位教育部暂无回应 而马半宣布这天 恰巧海基会新任董座 吴丰山正式上任 判两岸能够迎来春暖花开 毕竟单靠民间微薄之力 效果实在有限 好不过统促党的发言人张梦从夫妇 则是被说涉嫌收受对岸的金元 7400万元 然后借着担任电台主持人的机会 来进行统战 说有经过四波的搜索之后 现在提起了公诉 不论脸书或是抖音都是统战言论 检调专案小组指出 统促党发言人张梦从夫妻 涉嫌从2011年起到2023年为止 接受对岸委托及资助达7400万元 利用广播节目及网络平台 在四大公投立委罢免以及正副总统选举当中 录制播放宣传影片 并频繁宣扬解放军军威 解放军一定不敢跟我们草莓兵打夜战 因为你们没有锁电筒 晚上看不到我们草莓兵躲在哪里 专案小组执行四波搜索行动 传唤被告及证人共49人 将夫妻俩提起公诉 被告涉及违反反渗透法 接受渗透来源指示委托资助 而为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名法 公职人员选举罢名法 各款行为 统数党本来就主張说両划通议 所以说我所说的 言论跟统数党一向的主張都很同样 并没有说一定受到什么人的 好主比较说什么人的胃 说台湾是民主的地方 完全没有 民主你只有台独的民主而已 通议都没有民主 共谍案层出不穷 民主党立委王定宇等人就提案 修国安法 受共谍组织吸收者 最终可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罚一亿元 TVBS新闻季健亨嘉宜报道 好美国就要举行他们的总统大选了 就在11月5号 不过在台湾这边大概是11月5号的早上 才会关闭他们的完全的投票所 好我们持续也会带大家来进行深入的分析 好但是也看到了川普在最后冲刺的阶段 真的是蛮多脏话的 特别他还叫贺锦丽Go to hell 就是滚去地狱 还说民主党的票仓 华府是老鼠出没的屎坑 讲话比较难听一点点 但是可能会有一些选民还是蛮喜欢的 好但是最新民调爱荷华州是翻盘转蓝 就转成民主党 所以川普也痛批说 这个假民调根本不应该公布 没选倒数川普近几日火力全开 用字潜词比以往更辛辣 各种难听话脱口而出 恐怖遮难再升级 勃多黎各垃圾岛歧视言论还没平息 川普在造势会上还替民主党票仓取绰号 说旧金山是被摧毁的城市 芝加哥比阿富汗危险 亚特兰大是杀戮场 华盛顿特区更被形容是老鼠出没的屎坑 爱荷华州向来被视为共和党的红州 没想到最新民调竟然翻盘转蓝 川普在宾州造势说不应该公布这份民调 因为他是假民调 川普把握最后机会冲刺 直接在社群平台po影片向选民催票 而根据纽约时报选前最后一份封关民调 七个摇摆州贺锦丽领先四州 宾州与密西根州打成平手 川普值领先亚利桑那州 竞争相当激烈 DBN新闻总和报道 好这次美国总统大选有七个摇摆州是最关键的 其中乔治亚州也是哦 那2020年大选的时候 川普其实也在这个地方指控有选举舞弊 好这次他重回 从卷土重来重新在选举了 所以今年乔治亚州在投开票的时候 他们也相当的谨慎 还准备了庞大的律师团 要因应各种选举诉讼 25岁的拉玛斯瓦米 是民主党乔治亚州州参议员候选人 他由史丹佛大学电脑科学学位 和乔治城大学法学学位 拉玛斯瓦米挑战现任52岁的史蒂尔 史蒂尔是和前总统川普一起被指控 非法干预乔治亚州选举结果的18人之一 尽管调查显示没有足够证据支持选举舞弊的说法 但选举舞弊的指控 从2020年到现在依然存在 我认为这次选举会有很多争论 对选举结果的结果 我希望没有 事情都会犯出 因为人们的错误 我认为这些都会变化 复尔顿郡是乔治亚州157个郡里的最大选区 占合格选民的10.7% 2020年拜登在这获得73%的选票 川普不时指控这里有选举舞弊 当我们有这些资讯 乔治亚州所有提前和不在籍投票的选票 都必须在投票日当晚8点以前处理完 预计在午夜以前就会知道总投票数 而得票差距将决定 这会是开票日还是开票周 如果有50,000票 我们会知道选举 如果有5,000票 我们会知道 Friday TPPS走访乔治亚州州无情办公室 共和党乔治亚州办公室 民主党乔治亚州办公室 以及捍卫选民权利的民间机构 Fair Fight Action 对于选后诉讼 各方都准备庞大律师团 做了沙盘推演 但没有人愿意透一点口风 TPS 黄松普林佳辉 乔治亚州报导 好 也因为川普跟贺锦丽两人 真的是难分难舍 这个部分宣制的情况之下 所以战局相当的激烈 那也不管是谁当选 其实确定的是 他们对中政策 还是会比较强硬 那我们就来看看 这个中国大陆的民众 是怎么看的 其实他们都知道 如果川普当选的话 对于美中的关系 势必会更加紧张 尤其过去 川普是美中贸易战嘛 他主要是打这一块的 有没有可能在贸易上面 或经济上面 有一些更加剧的行为 其实中国大陆也很关注 美国总统大选在即 在这场被美国媒体称作是 史上最重要的一次选举 对国际形势和地缘政治 都会产生重大影响 大陆多数人都知道 不论川普或贺锦丽当选 对大陆的态度都一样 那就是双方都将大陆市委 投号对手 如果川普当选 美中关系将更加严峻 我不太喜欢在那个 社交网站上太炸炸糊糊的人 然后我感觉他作为 如果作为一个领导人的话 说话可能还是要稍微 谨慎一些吧 不要太像一个网红什么的 所以就算是我可能一个偏好吧 大陆的人大会议 通常是在10月底举行 今年的时候呢 延后到11月4号到8号 而在这期间 美国总统选举早已经结束了 选举的结果 有国际分析师就认为 会影响到大陆未来的政策制定 高盛经济学家表示 如果川普获胜 可能意味着 大陆将准备迎接更多的贸易战 因为川普曾谈到 要提高进口关税 如果成为了现实 大陆全国人大 可能会批准更大规模的 财政资源溢注 野村分析师则认为 如果川普胜选 大陆的财政刺激规模 将比现在大10%到20%左右 赚了赚了 肯定赚了 之前是400多买的 现在有500多回收 588 大陆民众认为 川普如果当选 大陆出口和人民币汇率的 不确定性飙升 加上大陆财政刺激效果未明 黄金仍然是目前 较为可靠的保值产品 TVB新闻 谢贤系 陈湘如北京报道 美国总统大选撼动全球 川普对决贺锦丽 说我们会再次赢他 让美国再次赢他 TVBS新闻网 总动员 主播叶家荣 彭慧云 特派记者 明家辉 直及开票现场 专业分析台美中关系 YouTube Facebook Lite Day 6小时不断电直播 及时与您互动 锁定TVBS新闻网 决战白宫 特别报道 好 再来关注的是街头艺人 其实他们在街头表演 但是却发生了一个挑衅的事件 也就是呢 有一位倒立肢体艺术家小安 他之前举这个演出时 就被一名男子 他是直接闯进了表演区 而且当众大喊说 我要挑战你 结果让小安觉得很不舒服 有点被羞辱的感觉 那这一名 硬闯到表演区的男子 也被挖底 有起底说他的身份 是一个30万订阅的YouTuber 演出到一半说话时突然有人靠近 外套一拖还放话说要挑战 把表演者吓了一跳 倒立肢体艺术家小安 日前在街头演出 没想到有名男子月线 张开双臂还不断靠近 事后发文直呼 对方不断挑衅 感受到非常强烈的羞辱 他会间断间断你的表演的状态 然后会莫名其妙的大叫 对他当下就是我要先克服表演的内容 然后加上当天风吵打 这边是说外在因素是这些嘛 然后心理的因素又要担心这个人 他会不会突然上来怎么样 目击者也说看到表演被打断 真的很不舒服 若他冲进去害表演者摔下来 后果不堪设想 影片曝光后有网友认出 这名黑衣男子就是网红尼克星 YouTube频道拥有超过30万订阅 你有影响力的人做这种事情 你的观众族群他们年纪如果都偏小 如果有错误示范的模仿 好那将来我们所有的表演者 都没办法好好的做表演啊 透露先前还有朋友表演时 遇到民众亮刀相当害怕 事件在网络上讨论 持续扩大 尼克星也现身留言区道歉 表示只是想一起玩 没有任何恶意 他虽然可能是有诚心的道歉 但是我没有那么想要去 接受这件事情 身为艺术家带来欢乐 却连自身安全都不能确保 只是希望观众享受演出的同时 也要尊重每一位表演者 DVB的新鲁龙 昌徐亭審寿台北报道 好尊重真的很重要 尤其对于这个异性的相处 也要特别的谨慎 台中市的公共运输 及捷运工程处 就被艺伦揭露说 110年开始 有言语骚扰 5名的女下属 而且还有肢体的碰触 造成人家身心受窗 在平常的时候 处长就常常会有言语轻挑的骚扰行为 牵手 抚摸手臂 抠手心 的动作 这是我们主管该对属下说的话吗 台中市公共运输及捷运工程处 掌心处上被议员爆出 涉及性骚扰女下属 处长一手拉回 双手不断地向上移动 吐气 说话说什么 说我是真的很喜欢你 医院还说不止一位女下属控诉 有5名都说长期受到语言骚扰 更有人遇到被熊抱 耳朵吹气 不舒服行为 在这个全市性骚扰的过程中 如果你跟我去约会 我就让你一起参加会议 约会换开会啊 被骚扰过的女下属 看到处长就会害怕 上班带着恐惧 甚至有人留职停薪 今年9月投诉性评委员会 接着陆续有4名女下属也跟进投诉 从110年到113年9月统计 五人受害 不包含没出面投诉的 据了解这位张姓处长 又美国伊利洛大学 财经金融硕士 学位成功大学 交通管理科学研究所硕士 高学历还承认 内政部营建署 工区工程处 帮工程司 更在担任市府庭管处处长时 常常上媒体版面 镜头上自信模样 接受访问是市府的资深主管 结婚生子 小孩已出社会工作 如今爆出性骚扰女下属 致电给张姓处长 您的电话将转接到语音信箱 电话转接语音信箱 市府说张姓处长 今年中秋节开始请假 调查期间 避免她接触女同事 所以这一块可能本来在9月初 她事实上在这个性品的规定 事实上两个月内 要做出调查报告 那会稍微延一点点 是因为后续还有几个同仁 也提出相关的这个申诉书 市府强调性骚扰林荣论 调查小组目前进行过四次访谈 持续调查中绝对依法严厉惩处 TBS新闻张志愿 领声台中报道 好 林仍然的还有一件事情 除了酒驾之外 就是不能挡救护车啊 台中有救护车驾驶 鸣笛直勤 只有被前方的驾驶急刹车 所以他气的是赶快 po这个当时的过程影像 不过有另外一位 是这个救护车鸣笛在彰化 就民众募集说 这救护车鸣笛 他是去加油耶 所以就有人认为说 这个好像有点不太对 但是后来这个救护车的 民间业者也解释说 当时是因为在执行中 但是没有游了 他们不是故意的 救护车出勤 开载内线车道持续鸣笛 但前方黑车不让就是不让 还多次的踩刹车 甚至突然减速 就算救护车驾驶 按喇叭示警 黑车照样不理 一路挡了两分钟 才切换车道离开 事情就发生在台七四线上 台中北屯路段 黑车故意刹车挡救护车 让救护车人员气炸 曝光影像 不过就有网友质疑 为什么救护车不抄车就好 对此就有些 消防员留言指责他解释 要是救护车切换车道 会导致车后方 救护人员摔倒 影响机救处置更加的危险 警方表示这种情况 确实违规会通知 当事驾驶道案说明 并且依法开罚 另外在彰化西湖 则是出现了 有民众目击救护车鸣敌 不是载运病患 而是去加油 那我们就觉得 奇怪这不是要去救人的路上 怎么会往去加油的路上 那如果说当下病患有在车上 那也不妥啊 目击驾驶说 当时救护车鸣敌 速度也快 以为有紧急状况 所有人都礼让 没想到最后只是要去加油 让他相当的傻眼 当时救护车业者出面解释 当时救护车刚结束任务 是要到医院 把另外一名病患 再往南投 因为是跨欠式执行 怕没有才会临时 绕进加油站 但其他救护车驾驶 则认为这样的行为观感不好 对此卫生局则回应 没有理由就使用鸣敌声 要是查证属时 可以依法开罚6万元以上 30万元以下罚患 TVB新闻 另外一个工作也很辛苦 就是消防人员 所以他们的配备跟器具 更要特别注意 但是消防面具 却被爆有假货 但不是在台湾 是在中国大陆 这是中国大陆央视 他们自己踢爆的 说有偷工减料的黑心货 只要遇到火 就瞬间会烧成破洞 说很多这些拿来用的 会在这个饭店或是百货 主要就是要应付消防检查 遇到火灾时 它能帮助你及时逃脱 大陆网购平台 琳琅满目的消防面具 最贵的约新台币230元 最便宜的净只要几块人民币 但央视发现 火场中的救命器材 竟是偷工减料的黑心货 这家消防器材店中 拿出一款消防面具 价格只要正版的一半 约新台币90块 外观看不出任何区别 连认证编码也能以假乱真 店家商鸟还信誓旦旦 保证防火 结果打火机一烧 瞬间烧出大洞 不仅不耐火 连最重要的防毒烟功能也没有 要是你刷备两次 你是不是很懒 少来一块钱你都不用想整的 谁家也要 这个操作很困难 我们也试过 确实不行 现在就应付检查 早了或谁 都完了谁去纠缠这个东西 没人去纠缠这个 业者之言便宜没争获 为的就是应付消防检查 而真正合格的消防面具 至少需要四道工序 它的最关键的一个点就是 不会轻易地被散开 因为它有戴国家标准能力 超过50牛 此外消防面具还得通过燃烧性能测试 画面可以看到925度高温燃烧下 面具外观完整 无烟无味才算过关 业者提醒有毒气体和高温是火场最致命的危险 可别贪小便宜丢了性命 TVBS新闻 叶俊宏 蔡益杰 综合报道 好 不过中国大陆连这件事情都要造假 这是一名17岁的高职女生 她是读服装科系的 但却在阿里巴巴的全球数学竞赛当中 她夺得了全球的第12名 哇 真的蛮厉害的 所以她在网络上就爆红 结果后来发现是数学老师帮她造假 眼前这位绑着低马尾 模样清秀的17岁高职学生姜平 学的是服装设计 却在今年6月阿里巴巴全球数学竞赛中 以第12名的佳绩进入决赛 被大陆网友封为天才少女 从第一名到你 他们学校分别来自北京大学 剑桥大学 清华大学 麻省理工学院 普林斯顿大学 越来越觉得我配彩娘 然后当时比赛是两天 我除了吃饭睡觉都在做题 姜平自称平常都是利用剩余时间 自学高等数学 既然能打败北大清华高材生 理智又正能量的故事 立刻登上微博热搜 阅读量破10亿 陆媒也称之为电影心灵捕手翻版 姜平的成功离不开天赋加勤奋 离不开好的领路人 姜平老家江苏淮安跟着爆红 就读的连水中专 相当于台湾的高职学校 也从名不经传的小学校 变成热门打卡地 甚至有很多家长想让小孩来报考 为我们回来真的不怕 为我们江苏真的不怕 为我们去国真的不怕 姜平看似风光 但只一声浪也不少 有网友翻出疑似江苏平时考试的成绩单 数学成绩只有83分 怎么可能短时间内成了数学天才 现在主办单位也公布调查结果 原来是江苏的数学老师王润秋帮忙作假 据调查这名教师王某某 在预选赛当中对他指导的学生提供了帮助 违反了预选赛规则 天才少女的传奇故事瞬间崩坏 百度搜狗等大陆网站陆续删除相关介绍 校方也祭出惩戒取消数学老师评优资格 强调会加强失德和校风建设 TVBS新闻叶俊宏蔡一介综华报导 我们再来关注的是乌二战争 不过这跟台湾很有关系 其实目前应该是还有四名台籍的战士在乌克兰 那现在有一名是叫吴中达的 他被证实在最近是不幸的战死 他的台籍队友文阳 你可以看到是画面中的右手边这位是文阳 左手边这位是吴中达 好那文阳呢在贫富情绪之后 他也视讯的来大概讲一下说 他描述当时对于战友 他没有办法救回 他相当的自责 但是他也透露说 不会因为吴中达战死 所以就提前解约回到台湾 他说他还要帮吴中达处理后事 最后在装甲运兵车里 随着部队移动 他就是近日不幸丧生的台籍乌克兰雇佣兵 吴中达 战区前线炮声隆隆 光用听的就能感受炮火无情 重返乌克兰近四个月 担任突击手的吴中达 留下许多照片 其中更有不少是跟台籍战友的合照 因为小队中还有两名台人 三人互相扶持 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办法想象 我们会失去 失去阿达 真的 因为他是我们队里面的开心果 平时他会煮饭给我们吃 然后呢 他也会买很多的猫粮 甚至是狗粮 去喂当小动物 甚至他会拿军队里面的一些食物 米 去分给当地的这些难民 队友文阳强忍情绪 毕竟吴中达倒下的那瞬间 他全程募集 后段的落难点就在阿达旁边 所以他的腰部被炸出了一个非常大的伤口 那个时候瞬间就失险 然后他躺着 他躺在地板上 然后跟我们的队友说他没有办法动 我们非常难过 我们就只能 我们就只能看着阿达就是 倒在那个地方 自责难过是蚊羊此刻心情 而且目前连吴总达的大体也暂时找不回 只能用无人机确定定位 阿达遇难 我们没有人会 在阿达的事情还没有处理好之前 就选择回台湾 因战事建立的革命情感 生死不渝 TV月新闻 李国正确宽柔 台报道 看了这样的新闻确实很难过 所以战火无情 希望我们永远不要遇到战争 好我们接着来看 这个战争是在立法院的裁委会 因为要修订这个裁划法的修法 国民进党立委是不满说 这个正当性不足 他认为会议有问题 所以是跟这个国民党的立委 也就是招委陈玉珍 相互有的冲突 所谓批刀自制建议说 如果有的局长要来 我们非常尊重 现市长 盘省才华法律委李昆臣 再提金孙条款 不满为何台北科保障3% 陈玉珍这话引爆蓝绿战火 请你尊重我 我是主席 请你尊重我 我要请你讲话 请你尊重我 气到把桌上麦克风拿起来 高分被标骂 财政委员会陈玉珍 搬出主席身份 当主席没有请你讲话 就闭嘴 因为你没有发言地位 主席还没有请你讲话 请遵守秩序 立委纷纷冲上台 要求道歉 而上午被没收 发言的还有他 你怎么可以剥夺我的发言地位 他们不是法庭的麦克风 我没有给你发言地位 你不能发言 茶杯还有我的椅子 你要不要收走 我的椅子 我没有给你发言地位 你不能发言 是我一式的工具啊 因为蓝白联手要修财化法 朱立伦更下令要出委员会 民进党之一会议正当性不够 从发言时间 朝到列席名单 绿营点名 既然要修法 各部会地方代表都要来 难道你们这边要多 就要欺负少 我们立法委员只有十几个 你们多数就要把我们决定掉吗 至于民众党立委黄珊珊 台下冷眼看两党斗 毕竟收到修法金额 蓝白目前也没共识 民众党认为中央给地方 同筹分配款 两千七百亿即可 不过国民党最初的版本 是五千多亿 新版本虽然下修到三千两百零八亿元 但蓝营内部有议音还没正式提案 希望拿出一个更合理的比例 中央跟地方 但是至于各县市怎么样在调整 我们现在还在讨论当中 修正的方式跟它的项目 跟我们不太一致 我们可能还要经过讨论 拍摄《财华法》第一天 朝野炮声隆隆 依旧没有共识 我们再来关注的是中国大陆的神州 18号太空船 在今天凌晨1点24分 返回了内蒙古东风的着陆场 那三名的太空人身体状况相当良好 第四次落点预报已发出 神州18号太空船返回舱 绕行地球7点5个小时后 进入大气层 11月4号凌晨1点24分 返回内蒙古东风着陆场 包括搜救车 通讯车 以及五架直升机 医疗专机等搜救回收分队 第一时间抵达现场 洞上航天员已出舱 返回舱舱门打开后 身穿蓝衣的医疗人员上前 确认太空人身体情况 首先出舱的指令长叶光复 成为大陆第一位 累计飞行时长超过一年的太空人 我们神州家族太空接力 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中国人载轨驻流的时间记录 将会很快被刷新 神州18号4月25号发射深空 在太空驻流192天 刷新大陆太空人太空出差 最长时间记录 期间两次出舱活动 也破了大陆太空人 单次出舱活动时间记录 从太空家园返回地球家园 基于回家的兴奋和开心 两次出舱活动 可以说是一气呵成 载轨科研试验 进展的也非常顺利 神州18号这趟太空之旅 肩负多项任务 包括得在太空养鱼 进行骨质疏松防护技术实验 严守协调运动能力测试等 上百样科学实验 为大陆探索太空的历程 写下重要里程碑 TVBS新闻程序 每选投票前夕 贺锦丽是释出了 最后一波的竞选广告 强力催票 不过现在都绷紧神机 很怕会有动乱 贺锦丽团队释出压轴竞选广告 选前倒数最后全力催票 在密西根州造势 也对摇摆州选民信心喊话 他还到一间餐厅 和非议选民互动 一出场就受到全场欢呼 大家抢折和贺锦丽拍照 白宫外围已经架起 黑色栅栏和路障 贺锦丽住家外头 也加强维安 都是要防选后 有人暴动 川普选前职业地点 佛州西宗旅滩 也全力戒备 专家认为依照川普先前作风 他如果选输 不会承认败选 如果川普选输 他不会接受结果 他会做到所有的 为了防止选后暴动 关键摇摆州警方 已经提前布局 这次除了要保护投票所 警方也接到指引 要提防友人辞实抗议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好11月5号美国就要举行 他们的大选了 台湾这边也会持续的 为您关注 也请锁定TVBS的相关报道 好我们就来看 到底跟美股之间 会有什么样子的牵动呢 不论共和还是民主党的 总统候选人 说得多天花乱坠 对美国民众来说 最关心的还是手里 白花花的钞票 有些投资人就想趁着 每四年一次的政治大秀 进入骨骸当中大捞一笔 但专家说这次恐怕不太容易 选情紧绷 就只能从两位候选人 入主白宫之后的情况 进行预测 如果川普回锅 很多对企业的监管措施 将会踪爆 川普选前也表态 将支持加密货币 因此对于相关投资来说 可能会是利多 但川普选前表态 将大幅提高进口关税 尤其对中将祭出 高达60%的进口税 可能会造成广泛的影响 与川普上任传统能源上涨相反 贺锐利上台 预计将会维持拜登目前的降低通膨法案 相对于川普 贺锐利在国际贺锐利在国际贺锐利上 也比较不会采取强硬的态度 市场认为这将会是一项利多 至于外界担心贺锐利选前 一再强调高达28%的企业税 会造成冲击 但专家却抱持乐观的态度 如果不想二选一 虽然选项有限 但市场研究专家 还是找出不论哪一位当选 都渴望受惠的产业 一位置于RD 我认为他可能会有利质的 以对一位当中的中共和 一个营典的资源是 联系的 联系的资源是 联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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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如果你看到 特朗一的 东西他很想到 專家也提醒目前兩位總統候選人 都對大型高科技還有藥廠的監管 抱持比較強硬的態度 可能會影響後續的股價表現 但也認為就大盤的走向來看 不論共和還是民主黨入主白宮 美股的表現都不會太差 分析師認為投資不應該 只關注政策走向 而是需要觀察企業的體質還有表現 壓寶長期性成長的投資 比預測哪個候選人當選 更容易得到豐厚的獲利 TVBS新聞綜合報導 好 TVBS新聞直播回到YouTube頻道了 提醒您 每週一到週五的晚間七點到九點 由新化主播為個維新文化重點 記得一定要來參加直播